论女命八字 自古这个男命女命是分开看的 现在不一样 男女平等啊 女权主义啊 什么都跟你一样啊 女人当男人看啊 我也要上班要赚很多钱呢 要养家 听起来好像很对 所以你过得幸福吗 你会发现很多女强人 都找一个小男人 每天心都在外 家里总是空荡荡的 就能见到一会儿 就没有人气嘛 这个屋子 何来的温暖温馨 女性不安于家 老觉得外面很浮华 很好 我也要争荣誉 争给谁看 都让别人去欣赏你 家里这个抬头不见 低头见的 不为这个越积了容 都给外人看 糊涂就罢了 招风阴电 真的是 赚再多钱 你感觉到幸福吗 这是你想要的 很多人想不通 等你赚了那么多钱 真赚了 你才要想一想 往往长的都是一个小男人 因为你强 他就弱嘛 你就喜欢弱的嘛 你跟你竞争 那叫敌人 那叫敌人对头 你高一尺 我高一丈 这是家吗 对手 想不通 男性 女性 她的身体构造都不一样 思维方式 当然不一样 女性擅长细小 没有粗质大意 那么粗犷 那是女汉子 在外面的 财官 名位 争权夺利 她不是很擅长 通常也没有什么大意 赚钱养家而已 够了就行了 你不够也没办法 女人才当男人看 那男人当什么 要当出生 不然就是反过来 马宝南 你给他逼了吗 那 他反倒乐的自在 该他负的责任 你干嘛要干 就是想不通 你说没办法 家里很穷 那你所求是什么 你跟谁比 你快乐是源自于哪呢 够吃够用就行了 用不到你 谁能果腹 亦能必体 这么的结局 你也做不到 那么的高尚 那么 你总要有一些办法 我们前面也说了 三座大山 怎么去面对 没有那么难 每一个人 怎么都能活 甚至一个人 三五百块 这个月就够了 简简单单的 追求心灵的 然后外在那些名 利 权 那都是工具 你拿来借用的 不是代表你怎么样 不是你高尚 那都是 装饰的比较华丽 不是本真的 最好的装饰是白币 是没有装饰 没有啊 我就要装饰 打扮得很漂亮 为跃及者龙吗 我要大家都跃我 哼 家里那个 始终看不到 都给别人看 招风引蝶 所以女命的八字 要柔顺 稍微弱一点 刻我者为官 要接受的找管教 才有人关心你 这是一样的 男的则要强 女的三从 斯德 实际上 也是有的人靠啊 让他们负责 给他们干的 让他们干 最后他们负责了 但是我眼光要放亮 我不要投错了